为在万里区的龟吼渔港由市府农业局所打造的渔夫市集 历经了多次的波折终于在三个月顺利的市营运 而原本要在去年12月前就要进驻了 但是当时的渔市设备没有建造完全 让摊贩相当不满因而拖到现在 不过在目前市营运的阶段 除了周边的设备问题频传 现在更有渔犯抱怨 收市区与生仙区的话分不清楚 担心会影响生意 当初他是政府给我们规定是说 卖生的就卖生的 就是代科料理换代科料理 因为现在我们那时候都是说 有答应说是各做各的 现在他们是帮我们改了 就是说我们当初是合约签好了 我们押金都拿去了 他们现在就是说放过来不一样 于藩表示原本规划好的摊位有42个 收市区则有12摊 剩下的则是贩卖生鲜与干货 将以代科料理的方式 让民众从生鲜选购完之后 再到收市区料理 但现在收市区的摊贩也卖起了生鲜与货 不仅是与原先规划的不一样 生鲜摊商更担心生意受到影响 当初我们就是卖代科料理一起的 现在他们是说要分开 所以我们选择是卖生的 现在他们是 因为政府现在已经又在改说 他们那边代科料理 现在他们也可以卖的 对现在他们可以卖 现在他们也在卖生的 所以对我们影响很大 因为说政府说话算不算话 怎么会与当初说好的不一样 以这一处贩卖生鲜与货的摊贩来说 依照一开始的规划流程 民众只要到这里选购完了 就可以再到收市区代科料理 但是现在收市区的摊商 自行卖起了生鲜与货 让原本其他的摊贩觉得权益受损 只是说他们也要来开火弄收市 不管如此 摊贩也希望市府能够来从中协调 别让这个还没开幕的渔夫市集问题频传 记者许段一万里采访报道